在这一边它说这一个是一个rombus rombus是什么东西呢?rombus就是它四边都一样 四边都一样,拉歪了的正方形 然后X是moving point in the rhombus such that it is always equal distance from straight line Pm 和Po 所以这一边它是两条线 所以这一个是属于两条线,两条线的话呢,我们是它的5sector 所以我的这个Pm是这一条线 然后我的Po是这一条线,所以它的那个bicector是哪里? 它的bicector是这一条,ok,所以这个是它的locus ok,所以这一个是它的locus 好,X,所以在这一边呢 它的答案是什么?它在这一边它要你 by using the letter in the diagram state the locus ok,就是说它只是要你写出来,它不是要你画 所以你画出来的时候是没有分的 你重点是要写它是pn 或者是你讲它是line pn,ok,那会更好 然后接着呢,再来下面这一边它是一个regular hexagon 下面这一个是一个regular hexagon,六边形 ok,然后每一边都一样的,六边形 然后它说y跟z是两个moving point in the hexagon 然后它告诉我yd等于de,y出现一个y 所以它是属于一个点 ok,然后d出现两次,这个是它的central and d 然后它的radius是de,插在d开到e 所以我在这一边呢,我就插在d开到e,画一个圆圈 插在d开到e,画一个圆圈 ok,插在d开到e,画一个圆圈 这个就是它答案的 这个就是你的locus y so,这个是你的locus y 然后接着呢,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是equal distance from 那个point b和point f so,point b跟point f的时候呢 point b,point f 所以这个是属于两个点 所以我们知道它是属于perpendicular bisector of 那个b跟f ok,so,我有perpendicular bisector of b跟f 所以b跟f的perpendicular bisector 是这一条 所以它是ad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那个 line 什么 这个就是我的locus z ok,这个就是我的locus z 这个是locus z 然后它就要你y 跟z交界的地方,画一个圆圈 打插起来 so,这个就是它答案 ok,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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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